最近一兩年中國外交的重心 拉一派打一派 西方和歐盟是沒辦法拉得到 於是在中東建立中國的龐大影響力 既是拉到一派 同時也為一帶一路名羅開道 看到現在地球的二分法 全球化變成半球化 大家有大家的結盟 其實中方已經不記夢 和美西方有什麼進步的改善關係 維持關係不要惡化已經算是這樣 早前中亞峰會打通一條現代的路 接下來在中東方面的動作更加重要 中亞幾個國家 畢竟小國寡民 經濟生產力都有限 中東不同 中東長期以來 至少半個世紀以來 特別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爭拗和衝突 是相當之嚴重的 歷史上很多場的大戰都牽涉到這兩個國家 巴勒斯坦國已經建立了 我記得上世紀傳媒經常用 中東全世界的火藥庫 不過近期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戰爭會引發 反而現在焦點放在亞洲 台海、南海、東北亞等等 亦都給中東有個血色的機會 但當中中東也有很多變法 現在最明顯的變法 美國的影響力日漸退色 過去美國在中東的參與度是很高的 甚至乎它當然是影響到以色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得難分難解 美國漸漸的勢力退的時候 就此消彼長 中國也都在中東慢慢建立 扣足它的政治舞台 大家早前就是中亞和阿拉伯世界 沙大阿拉伯做和事佬 現在核心的炸彈 中國也想拆 幫忙拆 這真是形勢始然 美國的影響力淡出 大家知道 我們剛才提及基辛格 基辛格是猶太人 在美國的政界、商界 比如華爾街的大媽薩 其實猶太人是主導很多東西 所以美國對中東政策 肯定會偏方以色列 但以前沒辦法 它在中東影響力太大 你幾個郵閣也要靠美國 但現在不是 郵閣的領袖都覺得 美國人靠不住 所以為何中方這麼重視中東關係 這就和去美原化很有關係 你看看現在用阿拉伯的貨幣 伊朗用自己的伊朗貨幣去結算油錢 過去中東以巴問題 以巴問題本來有四方機制 聯合國、美國、俄羅斯和歐盟組成 俄羅斯固然當然站在巴勒斯坦那方面 美國在以色列那方面 很可惜這兩個國家 其實現在的勢已經弱了 你早前拜登去阿拉伯等你訪問 其實接待的程度差很遠 所以這次巴斯坦國的總統 馬哈茂德·巴斯訪華 《環球時報》亦寄以厚望 能夠令伊巴的和平有更大的想像空間 很多東西會變化 他告訴世人 現在你看巴勒斯坦國的總統阿巴斯 第五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大家還記得不久之前 沙特和伊朗中東的宿敵都在北京握手言和 其實巴勒斯坦國和伊色列會不會走這條路呢 這就是北京全力去推動 他能夠站在一個更加公正的角度去看 《環球時報》都不斷去說 在中東問題上 但中國其實是沒有私利 是秉持公義之心 當然公義之心背後 其實是一種國際新關係的佈局 這是不言而喻 但沒有美國那麼明顯 美國擺平這麼多年 而美國媒體也看通了中國 《環球時報》說 是呀 美國媒體用有色眼鏡用濾鏡去看阿巴斯訪華 就說中國在中東現在有更加廣泛的外交野心 你有你講 當然美國何嘗不是有廣泛的外交野心 大家都各自去結盟 當然美國在歐洲方面 在東北亞方面的盟友關係比較踏實 但是中東似乎現在有很微表的轉變 大家似乎更加信任中國 覺得美國是無法抗爭的 特別是幾個有錢國家 這方面來說 尾巴的和平在中方的滑船底下 應該是有更大的想像空間 因為以色列本身也都面對很多問題 好 看看台灣經濟的社評 說新華盛頓共識 可不可以重振美國洪峰 有個問題 新華盛頓共識當然相對於華盛頓共識 怎樣為之華盛頓共識 就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是所實行的一種經濟策略 就是新自由主義 這個新自由主義就是 你說新已經差不多半個世紀 首先好像將全球化 要設辦法廣泛應用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氣 全球化現在經過供應鏈問題 當年是設辦法 將所有的貿易壁壘 全部一一掃除 有幫助 對美國企業有幫助 令到美國企業長驅直進 在別人的國家發展 所以為何華盛頓共識 其實相對於另一個叫做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 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主義 即是說我們不需要像西方一樣 有那樣的民主等等 我們透過這個國家的機制 同樣可以令到經濟蓬勃發展 不一定要民主世界才行 我們也行 現在可能美國才發現 是的 用國家主導好一點 因為過去跨國企業那些事情 一發不可難收 最大問題就是 這種新自由主義 亦都令到中國 承著這個大的浪潮崛起 變成在每個層面 都對美國構成一個挑戰 不過美國的自私行徑 其實舉世界 只不過它實在是太過強大 特別是美元太過強大 再加上世界上很重要的媒體 亦都是美國的 即是它是在世界上 一個很大的話語權 這個也有很多的歷史因素 但根據台灣幾日報的分析 就說 舊的華盛頓共識 其實已經過去了 真是不行了 現在就建立新華定頓共識 可否重振美國洪峰 不過台灣的經日報都覺得 其實都不容樂觀 你看見美國那種頂勢 即是落斜路 就算有新的共識 也很難灰返美國當年的盛勢 這個新的共識 之前就是新自由主義 現在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自由 於是用了什麼 我用國家的力量 設立很多的繁尼和框架 譬如晶片和科學法案 降低通貨膨脹的法案 補貼這個產業 補貼中國做得最多 就是補貼這個產業 但是這種種的 其實是對受影響最大的中下階層 是沒有幫助 這問題是錯在 就是經濟點出了 貿易對美國的大企 可能是更加厲害 所以你看看黃仁勳 蘋果的股價新高 這個真的看見 他仍然是 特朗普經常批評拜登那件事 其實他和特朗普一樣 都是打劫別人的國家 你不要給高科技和晶片 中國了 但是我做生意 你無可否認 你有你的想法 你沒有討論 經濟點出去 你說得很響亮 但是一句說話 叫口爽荷包納 你自己益了自己 你叫我做盟友 幫你一起去打頂 和制裁對方 但是我沒有好處 好處全部在你那裡 這就是美國那一段 亦被中方不斷批評他 中方方面的做法不同 他真是口爽 跟著你每個 如何落役於途去北京 最近是一件排隊 因為有借錢給你 但這錢其實要還 一帶一路上面 多少國家是負債國 起碼有些甜頭 他以龐大的出口力量 這對中國很重要 中國為何最近都大開中門 歡迎這麼多好朋友來 中國都要做生意 因為某些關門是關了 你們的廣結善緣 這也是看到中美雙方 有時50步笑八步 大家正在做同樣的事 大家都為自己利益設想 但現在經濟部就說 有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國債越來越惡化 現在這個國債欠人錢 雪球越滾越大 於是你被迫著 最近大家知道 眾議院和政府之間的爭議 在財政預算上 國防和社福預算 應該要減的 不減反而增加 其他應該要加的 反而減 那又怎能夠投資在 這麼基礎的建設上 美國現在其實是舉債導入 債台高速 它以龐大的美元力量 和很多政策去撐住 其實美國今天面對很多經濟隱憂 中國何嘗不是 香港何嘗不是 香港未來基建 財爺已經說了 都是發債 你發債但你有這樣的實力才行 你的數字算不上 暫時 起碼未被人看到你算得上 如果有一天小小超說 你算好數字 不是小小超說 先算好數字 你知道這些大集團 國際性的大企 各方面收集情報 算數是最厲害的 為什麼呢 長實大管家霍先生 仍然是打工皇帝 他做得一計算 他幫集團賺到錢 省到錢 他有佣金 這些分農很厲害 這就是香港的情況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